说起中文 我们怎么能不谈一下关于中国的小吃呢 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些常见的中国小吃 当然还有一些有名的俄罗斯小吃的中文发音 大家上完这节课之后一定会非常饿 但是没有关系 我会替大家全部吃掉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叫朱家豪 大家可以叫我说了 在这里我来教大家最地道的中文用法 今天呢 我会教大家一些关于小吃的中文单词 这个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 我会教大家怎么去点外卖 我们开始吧 汉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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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们还叫汉堡 汉堡 汉堡 当然在不同的快餐店有不同的叫法 比如说 比如说 汉堡包 汉堡包 除且经er 汉堡包 汉堡包 通常 汉堡囡是由两份汉堡 两块肉饼做的炸薯条 炸薯条 通常有些地方把它做成 薯饼 热狗 热狗 通常热狗是面包里加着烤肠 然后淋上番茄酱 接下来介绍几个中国小吃 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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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饭的做法也分为好几种 由炒饭 盖饭 和泡饭 炒饭通常和胡萝卜 黄瓜 火腿 一起炒 盖饭 需要将菜盖到米饭上 或者把菜浇到米饭上 泡饭是指用开水或者用汤 和米饭泡在一起 面条 面条 一般面条也分为好几种 有汤面 炒面 还有拌面 汤面是面条和汤一起 炒面 炒面是煮好的面条和菜或者肉一起炒 拌面是指煮好的面条和调料一起搅拌 炒烧烤 这个动作叫做 撸 所以我们可以说 撸串 撸串 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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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指 沙拉或者凉菜 一般是 吃饭之前的 开胃菜 一般是 以 酸 辣 为主 如果你现在 吃的太多了 我们需要 喝点 饮料 饮料 我们将这些 带气的饮料 叫做 汽水 可乐 可乐 当然 我们分 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 还有 百事可乐 百事可乐 在中国 不是所有地方 都可以买到 带气的水 我们把 带气的水 叫做 苏打水 或者 气泡水 或者 气泡水 当然 如果你不喜欢 喝可乐 还可以喝 还可以喝 果 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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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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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念抽 其实是念 周 注意吃和吃 再来一遍 周 周 在中国 周可以分为 咸周和 清周 中国人非常 喜欢喝周 我们以为 喝周 可以促进 消化 接下来 是俄罗斯小吃的 中文名称 红菜汤 红菜汤 翻译成 中文的意思是 红色的 菜的汤 红菜汤 大脸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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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 面包 特别是 俄罗斯 面包 俄罗斯 面包 叫做 大脸巴 酸 酸 黄卦 酸 黄卦 酸 黄卦 黄卦 酸 黄卦 黄卦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 酸的黄卦 酸的黄卦 银卦 馅 银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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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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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您好 您好 我们是美团外卖 请问您要吃点什么 请问您这里有盖饭吗 有的 请问您需要什么盖饭 我想一下 我要一份牛肉盖饭 对了 你们这里有什么面条 我们这里有炒面拌面和汤面 您需要什么 我想一下 这样吧 我要一份拌面 另外再加上一瓶可乐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没有可乐 但是我们有果汁 嗯 这样啊 那好吧 我要一份牛肉盖饭 一份拌面 还有一瓶果汁 一共多少钱 一共三十块钱 二十分钟后送达 哦 二十分钟 好的 没问题 谢谢 祝您用餐愉快 再见 好的 谢谢您 拜拜 拜拜 对了 还有最后不要忘记 祝您和您的家人用餐愉快 哦对了 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在这里有最地道的中文表达 我们下次见 拜拜